我们牙牙选 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 我们撑起一片天 成了家的脊梁 家是爱人的期待 眷顾 年老时 当我们苍苍白发 家是子女绕夕 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 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 晚上好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家庭生活栏目 我是主持人丽华 很高兴和您在这个电波里相会 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呢 是关于孩子升学 或者说为将来准备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请来了 因为正在华大 研读的一位嘉宾朋友 一位朋友来 可以从他的角度来 给我们提供一些宝贵的 有意义的这些建议 或者说一些好的想法 陆岳你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咱们的访谈节目 您可以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 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叫陆岳 我来自中国云南 然后现在是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专业是传播学communication 目前在写我的博士论文 大学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 选修了新闻双学位 所以对新闻传播学就非常感兴趣 所以研究生申请的时候 就选择了申请传播学项目 并且在硕士的项目拿到了免除学费的奖学金 那么经过两年的硕士项目之后 我又回到中国又在高校工作了三年 那么最后又选择申请博士项目 回到美国继续深造 在2016年拿到了华盛顿大学的博士项目全额奖学金录取 来到夏图开始博士研究生项目 那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 这个博士项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就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博士项目的流程 在博士项目的前两年 甚至是前三年的时间 主要是选修各种专业要求的必修课 和一些研究方向相关的选修课 那么在这个阶段 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来 一个专业方向的基础研究架构 以及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要组建自己的指导委员会 因为博士生的话 不是只有一位指导老师的 你是要和多位指导老师进行合作的 所以博士生的指导委员会 一般由四位教授组成 一般是通过选修教授的课程 或者是出于一些相似的研究兴趣 那么博士生会主动向 教授来表明合作的意愿 那么委员会的这个Chair 就是主席 一般就是自己的主要的指导老师 那么在博士学习研究的后半程 就会比较紧密的和这几位老师 进行沟通 进行合作 得到他们的指导以来 以确保自己的学业和研究进度 那么在第二年和第三或者是第三年的时候 专业要求的学分和必修课完成的情况下 需要进行一个博士博士生的资格考试 那么这个博士生的应该叫博士 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呢 主要是全方位的来考察 博士生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技能 那么为博士论文的开题进行一个准备 那么这个博士候选人的资格考试呢 他对于不同的专业会有不同的要求 就我自己的专业来讲 我们需要考四个科目 四个subject 那么总共是四天的时间 这是一个全程是一个开卷考试 就是有四天的时间 全天24个小时都在考试时间范围内 那么在考试开始的第一天 在当天会有老师制定好一个理论问题 那么四个科目就是分别是四个不同的问题 那么每个问题要求在24小时之内完成作答 那么基本上对我们专业的博士生来说 每个问题的答卷就是大概15页左右的一篇论述 那么在四天的时间考试结束之后 就需要把这四篇论述提交作为比试的成绩 那么在提交完成比试之后呢 还会进行一个口试的环节 就是指导委员会的老师会针对比试的内容 进行一个现场的提问 那么博士生要进行答辩 答辩通过之后呢 就会被授予博士候选人资格 那么得到这个候选人资格之后 就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 博士项目所要求的各个必修的学分 以及论文开题之前的要求 那么下一步就是博士论文的开题 那博士论文就是整个应该说是一个博士项目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个博士论文的开题方式和资格考试的形式也比较相似 那么就是提交这个开题报告之后 需要对指导委员会进行一个答辩 那么答辩通过之后才可以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 那么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最后的阶段 就是在完成我的博士论文 那我目前的目标就是在 就是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 然后获得博士学位 那么在博士就读期间呢 除了完成学业的进度 选修专业的课程和进行学术研究之外 大部分公立院校的博士生都会承担一定的本科助教工作 或者是为教授的研究进行助研的工作 那么助教的工作主要是包括像引导课堂讨论 批改作业 监考 还有像课后答疑等等 那么这个工作也会占据不少的时间 对于博士生来说 承担助教工作的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积累一些教学经验 那么在相对小班的环境里和 直接和学生和本科生进行交流 那么对于未来从事高校教学 也可以奠定一些基础 那么除了繁忙的学业之外呢 我本人也会有一些兴趣爱好 那么我在课余或者在学习之余的话 我比较喜欢旅行 那么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去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和美食 那最近一次旅行是在去年夏天呢 去了阿拉斯加 平时呢 我也比较喜欢看电影 喜欢读书 那么夏天的时候也喜欢在西雅图周边 风景比较优美的户外 爬山徒步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博士生活比较枯燥 但其实也还是可以很充实 也可以很有趣 那您刚才给咱们介绍了 作为一个博士生 那刚才我听到您说到您的本科和这个研究生这块 是不是直接和communication 这块是直接挂钩的是吧 就是您有一个转 好像说是转了一个方向的这个过程 是这样吗 我本科的专业和传播学也是 因为国内他不是我当时我的本科专业不是直接叫传播学 但其实课程的大部分架构跟传播学的内容 也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我是单独又重新修了一个新闻学的双学位 所以研究生项目申请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新闻学和传播学 作为这个研究生的一个研究方向 那您看我先 从咱们这个从高中到到大学的这个咱们一级一级的 因为肯定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他会很感兴趣说 比如我们家的小孩或者我自己 如果我想去将来我的方向 我就想走这个新闻媒体传播呀 这些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从高中到大学 如果这个第一步要走第一步的话 从您的这个经验来说 我要怎么样准备能够让我将来能够比较好像顺利 或者说比较好的走进这样一个专业这个学校呢 您的经验是什么 比如说从知识的准备上呀 或者说课外活动啊 您有这方面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吗 我觉得传播学的话 它它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专业 那么其实在本科或者是甚至是在高中阶段 其实是没有必要特意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专业范围内的 就是我觉得在高中阶段特别是发展一下 就是对于各方面学科的全面的兴趣 其实是非常有非常有利的 甚至甚至在这个大学本科阶段 很多后来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一些学者 他们的本科专业也都不是新闻或者是传播学 因为我作为一个这种跨学科的专业 它其实是对 如果你有从其他专业来的专业背景的话 就会非常的怎么说 就传播学本身是 是非常欢迎比较多元化的学科背景的 就比如说有的记者他从事的是这个金融报道 那么你如果本身本科就有这个商学院 或者是金融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那么对于你未来从事这个金融报道 就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本科阶段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就是探索一下 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哪一方面的内容 那也不需要特意局限在哪个方面 多了解各个学科 然后保持一定的好奇心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您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在从高中准备要走这个大学的时候 如果我第一没有确定 我将来是不是要做这个传媒啊 新闻传媒这块的的时候呢 我可以选择一个我认为比较容易 或者我目前比较喜欢的 那么将来如果有兴趣 并不会因为这个选择会影响你将来 再走到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传媒这块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即便是我现在 我有这个兴趣去走这条路 我也不一定非要先选择走新闻的这块 我也可以先看看我的星期二号将来 我想走哪块 比如说我想在新闻报道方面 可能去向一些商业类啊 这个什么医学类啊 或者说甚至这个科学类的 我也可以选这些不同的理科工科之类的是吧 然后将来还可以如果兴趣 还还继续在在这块上 还有这个有这方面的这个叫什么passion 这个对这个学科的热情的话 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呢 就也是没问题 也可以去报考这样的一个学科 是这样对吧 对 那现在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从大学本科毕业了以后 不管我的背景是什么 如果我现在呢 我想要研究生的这个工作 我想走研究生的 我就想进行新闻这块的 那么在这个报学校啊 选择学校啊 这些方面您有什么给大家分享的 给我们现在的正在正在比如说读高中 正在读大学本科的将来有志利益 这个走这个方向的这个朋友们一个一个这个引导 那特别是对于大学本科在读的同学的话 如果本身对这方面有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选修一些新闻学传播学的专业基础课 就像像我们我们项目的话 像像我们系在华大的话 其实开通了这个就是像传播学基础支持的课程 如果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就其实是可以选修一些这样的课程来来看一看 自己是不是真的呃 愿意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呃 那么对于高中的同学的话 我觉得就是还呃 其实不用就是还时间还比较早 就是来考虑这个研究生专业 呃选择的问题 那么可以在在大学的时候 就尽可能的多选修一下呃 受人文社社会科学呃 各个学科的专业的基础课 那么看看自己是不是对这个呃 各个专业的研究方向感兴趣 因为在专业基础课的时候 你会得到一个比较呃 全面的但不是特别深入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样会有利于你接触到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专业背景呃 帮助自己确定研究生 到底会对什么样的专业感兴趣 呃 那从您的这个角度 因为您这个本科 然后研究生 然后到博士生 走的基本是同一个 呃一个方向的这个呃路径 那我想问一下呃 呃如果我呃 我是一个在校的本科生 呃 我走的也是新闻这一块的 呃 不管他是呃媒体啊 多媒体自媒体啊 这样这个这个 那我如果说在本科我毕业的话 我的职业方向啊 走哪块是啊 就说好像是说您所知道的 您的同学也吧 就是因为我知道他的路一定是有很多种路啊 但是呢啊 你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放弃了专业去做了别的 别的这个工作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一直想走的是这条的话 那么比如说最对口的话 因为我想知道我去什么地方啊 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实习经验啊 或者说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您的这个从本科或者到研究生 甚至博士生以后 每一个阶段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对于本科的同学来说 可能考虑的一个重点就是 找一些相对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 那么有一些 比较偏向于实践的研究生专业的毕业生呢 也是如此 可能两个主要的就业渠道吧 一个是就是新闻媒体 那么新闻媒体 不管是这个传统的像报纸 电视广播 还有一些新兴的网络媒体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需求 就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记者 或者是编辑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一个就业的渠道 另外一个渠道呢 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公司 它需要一个 它都会有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 presence 那么它就会需要很多的 这个有传播学专业背景的人 来帮它维持这个 social media presence 就是说能够帮助它来 差不多像是市场营销一样的工作 但是你是因为 有传播学的专业知识 所以能够帮助你更好的 去跟目标受众 和客户来进行一个沟通 通过这个社交媒体的互动 建立起一种比较良性的商业互动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 这个就业渠道 那您提到的这个 就是刚才说到 实际上是属于sales and marketing 就是营销是吧 这个营销呢 应该是另外专门有一个学科 这个学科做出来的 可以给不同的行业去做营销 那这个就像您提到的 这个跨行业 跨专业就说 那么如果说我是学了其他的这个 这个学科 比如说我学的是数学呀 或者说医学呀 甚至说这个sales marketing business之类的 就说不一样的专业 但是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我特别想进入到新闻媒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有机会吗 在我没有相应的背景的时候 还是有没有说 我需要去显修一些课 让我具备这些的话 更容易进入到这些行业里面 那么因为我们广告时间到了 把这个问题 留到咱们的广告之后 请您回答好吗 好的 好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十点整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Channel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帐号 都是Chines Radio Seattle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 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 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 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 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 crsradioat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 尽情享乐的时候 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 COVID疫苗的时候 由于天气越来越冷 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 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全 接种更新版COVID疫苗 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让你尽量避免住院 并可以有效预防COVID 带来的最坏后果 前往vaccine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 我们做得到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 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 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 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 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周劳工和工业部 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 请致电就近的LNI办公室 或者致电免费电话 1866-219-7321 好 六月你好 咱们再回到咱们的 刚才的问题里面 那问题呢就是说 有的朋友可能是没有在 第一时间内选择了 新闻这块 这个传播这种专业 但是中途要是改变主意了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他已经接近 他的毕业的时间 不可能再重新去做 或者说没有必要重新做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机会进入到 新闻这种传播的这个行业吗 我觉得首先是 如果还有机会的话 还是可以去选择选修一些 相关的专业基础课 这样的话大致能够了解一下 就是这个行业 这个专业到底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机会 或者是内容主要是什么的 然后另外就是 还是新闻媒体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给这些跨学科背景的同学 那么特别是 像理工科背景的同学 有很多同学有比较扎实的 这个数据分析能力 那么这个也是在 一些社交媒体 或者是一些网络媒体 特别是你要分析数据 分析用户数据啊 分析这个用户互动的 各种趋势啊 数据这些都是非常有 非常有用的技能 所以我不觉得就是 如果你的专业 跟新闻媒体没有关系 你就跟这个 跟这个行业无缘了 这个行业是 这个专业应该说 如果你有兴趣 继续深造 选择研究生专业的话 它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机会还是非常多的 那像我也是 就是工作之后 才重新回到研究生院 又进行这个 博士项目的学习 那您 从您的这个 比较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 现在这个媒体的话 我们以前很多的时候 就是比较传统的 一个是纸质的 比如杂志啊 报纸啊之类的 还有一个就通过 电视收音机之类的传播 那现在因为互联网的 这个 这个新兴啊 他对 新闻业的这个 这种传播 途径是产生巨大的冲击 那么从 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个对 职业方向来说 您觉得带来的是 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有什么有利的 或者说有一些 不利的地方 那不利的地方就在于 传统媒体的这个 新闻 记者和编辑的行业 那数量肯定是在 急剧下降的 那么要进入这个 传统媒体做 做记者或做编辑的话 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以后也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 一个不利的地方 那么有利的地方 就是在网络媒体 新兴的情况下 也就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渠道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 主要是基于 互联网的媒体 它也是 它不只是社交媒体 它也是一个 有自己的编辑 有记者团队的 这样一些独立的媒体 或者是基于 本地的一些媒体 那他们又需要大量的 这个经过 新闻传播学训练的 有这个 职业素养的 这样一些毕业生 那么这个我觉得 又是一个有利的地方 因为 这些新兴媒体的产生 又加剧了 又打开了大门 让更多的 他们又有更大的需求 需要这些毕业生 来充实他们的 这个员工队伍 那您说到这个 比如说自媒体 这个互联网 就是说给人民有机会 到一些比较这个 有组织性的公司里面吧 这样比如说 这个记者报道之类的 那同时另外一方面 就自媒体的这个兴起 就是说这个门槛呢 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是降低了 就是你自己 就可以来报道新闻 这个有 就是如果说 有的人说我不愿意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质 可能不太容易 但是我又很喜欢 我可以通过这个 自媒体的方式 来应用我自己的 就像咱们现在说 这个自媒体 这个也算其中的一部分 是吧 对 那么有很多的 像我们专业 有一些同学 本科的同学呢 他就选择自己创业 那么想成为一些 比如说像 influencer这样的职业 那也是一个 比较新兴的职业 那么如果你本身 自己就有这个 新闻传播学专业方面的 知识和训练 那你可能更加了解 这个网络环境 更加了解用户 或者是网络群体 他们所感兴趣的内容 是什么 所以这个对你 作为一个自媒体 influencer的这个职业 可能也会有 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那您自己的角度上来说 您做这个 博士后博士生这些 这个学习的过程 或者说这个工作量 各方面是一个非常长期的 不断的脑力的投入 知识的投入 那您是怎么考虑 从您个人的这个角度和经验 您是怎么考虑 您自己的这个职业规划的呢 其实像博士项目的话 它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就业渠道 就是在学术界 那么很多选择就读博士项目的同学 最后都会要想要在毕业之后 能够进入到高校 继续做大学教授 或者是研究学者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主流的 一个就业的渠道 也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想要成为的一个 这么想要走上的这么样一个道路 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学术界的 怎么说 学术界招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那么也有很多的博士生 现在必须要选择学术界之外的一些机会 那么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我认识的一些同学呢 可能选择进入工业界工作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像科技公司 做用户研究 还有的人可能会选择 去一些非盈利性组织 就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么去non-profit 去帮他们做一些研究方向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些都是非学术界的一些就业渠道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我觉得我的这个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看哪里有机会 那么我就选择去哪里 我并没有把自己限制在 一定要在某一个行业工作 那么主要是能够把自己的专业技能 能够为这个我工作的组织 或者是公司能够贡献到他们的 能够感觉自己的贡献有意义 我觉得这就是比较重要的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那我因为您的行业 您的这个可能是 我们作为这个行外之人 那就是不是特别了解 那我就想知道 不管是从本科到研究生 然后再到这个博士生的这个过程中 您所学的内容主要分为 可能会有很细的 具体的名称也不一样 但是从您的这个 您了解了以后 您觉得这个您所学的内容 主要分做了哪几块呢 像我们专业的话 就像我刚刚提到 传播学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专业 所以我同一个项目的同学 可能他们研究的内容 研究的方向 兴趣跟我完全不一样 有的同学可能研究的是 人际沟通方面的传播 人际沟通方面的 比如说他研究的主要就是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 甚至是一些non-verbal communication 然后还有的同学 他可能研究的是一个健康传播 就是比较倾向 比如说医患沟通啊 比如说是对于不同的药物 不同的这个医学技术 在这个传 在公众之间的传播和影响 那么还有一些 比如说研究传统的新闻媒体 研究传统新闻媒体的社会影响啊 还有他们在这个社会 起到的一些作用啊 还有人研究社交媒体 比如说像Facebook,Instagram,TikT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们在传播当中起到的一个作用 还有他们在社会 在公众 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方面 起到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些都是不同的研究方向 那么可能不同的这个博士生 我们之间的课题内容 可能完全没有交叉的地方 就是是一个非常开放 非常多元化的一个领域 那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说一个是 主要是做对相对于说对人类的行为的一个研究了 对吧 比如说在医患啊这些 那像你们在 好像我听起来在 不管是走哪个方向的 里面都有一个类似数据统计啊之类的 像这类型的课程也会在你们的这种学习科目中吗 这个取决于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研究生或者是不同的教授 他的一个研究兴趣和他的研究方法 那么有主要分为两 主要主要分为定量和定性 那么定量的研究学派呢 他们主要就是用运用一些社会统计学方法 收集数据 然后分析这个数据的pattern 那么得出结论 那么像定性研究的学者的话呢 他一般是不会用统计学方法的 他们用的主要是一些 更加比如说 qualitative的研究方法 就比如说用采访啊 比如说像是座谈啊 这样的方式来收集数据 来分析数据 所以这是研究方法上 其实是差别还是挺大的 那还有一个呢 您谈到这个communication 那从我们这个门外汉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就想到一个呢 就是这个presentation skill 就表达能力啊 或者说这个公共演讲的这个能力 像这一块也属于你们 这个不是说这个很窄的这个学科了 就属于如果走这个方向的话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技能的培训吗 对 就是在各大高校 它很多很多学校会开展一个叫public speaking 就是公共演讲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一般是由传播学 传播学院或者是传播学系来来开设的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传播学研究领域里面 有一支叫rhetoric 就是修辞学的这个研究 那他们有很 他们就花很多的时间来研究这个debate 就是像辩论啊 还有speech演讲这样的一些文本形式 所以公共演讲这个课程 一般是由传播学学院 或者是传播学专业来开设的 那么像在华大的话 这个我们的这个introduction to public speaking 就是公共演讲入门课 一般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就是学生会在一个学期中 可能会选择三到四个演讲来进行准备 那么最后一个演讲 我们叫那个advocacy speech 就是你要对于一个政策 或者是一个组织 一个非因力性的组织 要对要要帮助他们来就是advocate 最后在学期期末的时候 可能很多同学 很多人就会看到在华大的那个红场上 就会有很多的学生站在 站在红场上当众进行演讲 那个就是公共演讲课的一个期末的作业的一个形式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锻炼人的一个课程形式 很多的同学可能一开始觉得非常紧张 经常忘词 但是经过训练经过不断的练习 到最后能够站在红场上 面对陌生人 能够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能够完成一个五到七分钟的演讲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非常感谢给咱们这么多好的分析 让我们一下子站在门外就可以看到了一些内容 那我们广告后还有一些小问题向您提问 那咱们广告后再进行 好的 又来到与家人吃大餐 尽情享乐的时候 同时也是接种更新版COVID疫苗的时候 由于天气越来越冷 节日聚会大多在室内举行 让我们有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全 接种更新版COVID疫苗 可以减轻疾病的严重性 让你尽量避免住院 并可以有效预防COVID带来的最坏后果 前往Vaxins.gov 寻找更新版疫苗 我们做得到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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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族中文底达 西亚族中文电台 西亚族中文底达 西亚族中文底达 西亚族中文电台 西亚族中文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我红的那个灯落 挂上那个心花 路易 咱们再回到咱们刚才的这个话题里面 那您在这个华大的话 我可能有的朋友呢 也比较感兴趣说 那华大的这个专业 这个专业设置里面 有哪一些 您可以给 比如说是 要致力于走这条路的朋友的一个推荐 或者方向上的推荐 还有呢 就是说 您刚才提到的 像public speaking啊 这些 比较 比较实用的东西 那如果有的人说 我很感兴趣 比如我愿意去做一个记者 不想做研究的话 那我如果现在面对的未来的选择 我应该是选哪些 会给我带来一个更好的 就是说 就是说您是走在前面的 给大家一个经验 大家就不用再摸着石子过河 那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那我觉得如果 如果这个 未来的就业意愿是走比较实践性的 这样一些 一些 一些实践性的一些工作的话 那么在本科阶段 可以多选修一些 实践技能为主的课程 比如说 我觉得传播学 像我们传播学的话 有很多 其实非常实用的课程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public speaking 那么我们还有传播学入门知识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采访 采访的课程 教你如何去做采访 那么这些比较实践的课程 能够帮助你建立 起来一些未来工作可能需要的技能 那么另外就是 像信息学院 那么他们也会有一些比较 像social networking这样的课程 还有像human centered engineering 好像有一个专业 他们专门教 也是有很多 比如说user experience这样的课程设置 那么这些都是比较 比较基于这个网络媒体信息环境 然后帮助你建立起的一些实践技能的课程 我觉得这是比较实践的 那么另外就是 我觉得在理论知识方面的准备上呢 也可以选修一些像社会学呀 或者是像政治学呀 还有像心理学呀方面的课程 那么对于未来想要从事 不管是新闻媒体呀 不管是市场营销公关 这方面的工作 有一定的这个理论知识基础 也都是对你的职业发展 非常有利的 那非常好 这个对一些这个想走这块的 这个朋友有很大的帮助 那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 比较有这个直接帮助作用的这个信息 我们也好奇 您的这个您自己做的具体的这个项目 是走到哪块呢 有什么有趣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想这个您一定是有一些passion 一些热情 或者说兴趣爱好点在那里 我们也很想知道 也许有的朋友也是说 我也想走你这条路 那您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好 那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 主要是新媒体技术 还有网络的虚假信息 还有气候变化传播 那我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的 就是通过新媒体技术来解决 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些虚假信息的方法和对策 那么首先我们谈到新媒体技术呢 主要就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电子通讯传播媒体技术 那么像我们现在非常流行 常见的一些社交媒体 像是Facebook Instagram 还有TikTok 这样的一些网络平台媒体 那么虚假信息呢 主要指的就是在网络平台媒体流传的 很多一些未经证实的谣言和假消息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 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络平台上 会流传一些虚假的信息 有些呢并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只是以讹传讹 比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呢 了解可能还很少 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些误解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虚假信息 它并不是刻意制造的 关于病毒的谣言 那么与之形成对比的就是 还有一些是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 用来哗众取宠 获得一些流量点击 或者是取得一些经济上的效益 经济上的利益的一些谣言和假信息 那么对于很多的 使用新闻媒体 或者是使用网络媒体的 普通普通群众来说 辨别这些虚假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是网络上可以说是 鱼龙混杂 不管是科学的权威的信息呢 还是未经正式的来路不明的信息 都同样在流传 所以如果普通的民众 不加区别的去接收这些信息 就很容易形成一些曲解的 或者是错误的理解和印象 那么在网络平台出现之前 大部分的新闻 大部分人呢 都通过新闻媒体来接收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 新闻媒体起到的是一个 把关人的作用 那么通过新闻判断能力 来过滤掉不可靠的信息 那么传播权威信息 那么帮助社会公众 能够形成一些 对于社会问题的共识和理解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那么新闻媒体也有自己的倾向 有自己的信息过滤机制 那么很多时候就有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 可能就被遗漏了 所以在我们早期的研究中呢 研究学者就认为说 网络平台 兴起能够帮助受众 接触到一些 这些被忽略的 被遗忘的信息 那么特别是一些 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 能够帮助我们 对于社会问题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那但是随着近几年研究的深入呢 研究者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那就是网络媒体 它也在进行信息的分类 筛选和过滤 那么这个背后的机制 就是我们所讲的算法 那么这个算法呢 主要就是数据处理的 一个系统信息 系统的方法 那么网络媒体 它主要就是依赖于 这个算法的运行 来呈现不同的信息 那么这个逻辑呢 就是主要呈现于 哪些容易成为热门的话题 哪些容易吸引大家的眼球 和点击力 所以像Facebook和TikTok 这样的平台呢 它就依靠广告盈利 为了最大化它们的利益 就需要受众 花更多的时间 在它的平台上 所以呢 我们每次在刷视频 短视频 在刷微博 或者是在刷Facebook的时候 那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 你看到的信息 它并不是随机出现的 而是这个系统算法 经过计算认为 是你感兴趣的 优先呈现给你 然后让你能够 在这个平台上 花更多的时间 那么这些内容 它到底是不是可靠 是不是真实的 能是不是受过 真实的核实和验证的 那么这个并不是 网络平台关注的重点 那它们的根本利益呢 是要让你最大化 在这个平台上的互动 和使用时长 所以针对这些虚假信息呢 它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那么比如说像标记一些 没有经过合适的信息 或者是删除掉一些 已经被证实是虚假信息的贴子 但是呢 这些信息的 这些对策 其实作用都非常有限 因为很多的虚假信息 在被采取措施之前 已经被广泛的传播出去了 所以不利的影响 已经造成了 而这个 它们进行事实核查和标记 都需要时间 所以这个过程 对于阻止假信息的传播 是滞后的 那么其次就是网络时代 人人都可以发帖 所以这个虚假的信息数量之大 是很难来彻底解决的 所以我研究的一个主要的课题 就是在气候变化 这个社会议题上 那么我们能够通过 什么样的方法 能够来解决 或者是能够来帮助我们 缓解虚假信息 对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 对于这个社会议题的 一些错误的印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现在在美国 社会意见对于这个减排 依然非常的分裂 但是呢 在全世界 在科学家中 已经是形成了 关于人类活动 导致气候变化 已经达成了共识 那么在西雅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 切身的体会到近几年 这个气候变化 对我们的影响 特别是夏天越来越频繁的高温 山火 还有冬天的各种冰雪风暴 那么它其实都是 气候变化的一个信号 所以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 就是气候科学 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科学概念 那么很多人 它其实是缺乏科学的训练机制 来了解这些 我们已经所掌握的证据 关于气候变化的证据 那么网络平台的信息传播机制 又优先去选择让大家看到那些 正确点击力的新眼球的消息 而不是真正的科学的信息 那么我所研究的一个问题重点 就是如何能够帮助 如何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和对策 让普通的民众 能够更加科学 更加合理的来接收判断和验证 关于气候变化 还有像一些其他的科学知识的信息 那么我们能够达成一个比较科学的 比较全面的理解 最后能够达成社会共识 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危机 对于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研究的重点 听起来是非常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第一个您提到的 网络上的这个对信息的筛写 我自己也经常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说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推给你的信息总是同一类 但是我们实际上是需要不同的信息 甚至信息之间的相互验证 让你能够自己判断什么是正确的 但是往往就得不到这样一个 就是那个渠道已经被控制了 被算法控制了 就是你很难 如果只是被动的接受信息的话 你很难去获得真实的 或者说一个很好的 一个完整的这个信息 您的这个研究 希望将来能为我们 这个带来更大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接受信息 不再会是那个bias的 让我们的视觉看得很窄 那第二个您谈到的 这个气候的这个影响 对咱们人类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自己自身也体会到了 近些年来这个气候的变化 过冷啊过热啊 对我们的生活 对生活的影响 那还可以说是小事了 那我觉得它更重要是对人类的 对地球的长期的影响 那您的这个研究真是给咱们带来了 很多就是说一个很好的 就是说未来 希望这个能够帮助我们的地球 帮助我们的人类 能把这个世界建设好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给大家了这么多 分享了这么多好的信息 那您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 就比较简短的说 如果将来您想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想走这个的话 您给的建议是什么 就是从事传播学方面的工作 或者是研究吗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开阔自己的视野 就是不需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一个专业 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方向 那么特别是在高中 或者是大学本科的阶段 尽可能的去接触 不同的学科的一些基础知识 还有一些研究方法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利的 其次就是 其次就是在进行那个职业选择的过程中 可以多方探索 就是不一定 如果真的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不一定非要把自己局限在新闻媒体 那么有很多的网络媒体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司 那么他也很需要有这个 有这些技能 有这个有这些数据分析能力 还有有这个传播学专业知识的人 所以主要就是两点 一个就是开阔自己的视野 多了解不同学科的专业基础知识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进行职业选择的时候 也是把自己的视野放得更开阔一点 不同的职业领域 他可能 你可能你的职业的 你本身的一些专业训练 还有你个人的一些能力 其实都能够得到 其实都能够得到体现 都能够贡献到 你的职业 对 好的 那谢谢您的参与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期望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陆叶 晚安 晚安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